火箭跑速安德森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为了能够有空间讯约卡佩拉 以至更多的签约和交易 安德森离开火箭似乎已成定局 但如今各个球队运作已经基本难成 火箭似乎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难 安德森在在下赛季将升杯2000万美元的合同 这对于火箭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尤其是在上赛季季后在安德森 竟可以贡献一地气氛的情况下 这个任务变得越发的艰难 但在今天 这个艰巨的任务有了实际性的进展 著名NBA记者Shan Shalini 报道 太阳队表示愿意接受莱恩安德森 但要求火箭要送出未来的一个首轮签 而太阳队愿意付出艾尔弗里的佩顿和亚历克斯莱文两名球员 目前火箭方面正在积极地促成这笔交易的完成 现在的太阳队已经不是过去的 那就与满球队了 在刚刚的选秀大会上 太阳队用撞签选下了撞中锋 安德烈爱顿 加上队内已经打出来的德文布克 未来的太阳将会变得非常恐怖 而他们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给年轻人成长 如今的太阳崇尚以疯狂的进攻来击垮对手 这就要求队内的球员 至少要拥有投射能力 那么安德森将是个不错的选择 安德森的个人能力无庸置疑 2016年安德森与火箭达成四年八千万的合同 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份适合优质的合同 但随着小球风暴盛行 安德森的防守臂端和运动能力若被暴露出来 德安东尼的进攻体系并不适合安德森 才导致安德森成了如今的议价合同 如果火箭真的可以促成这笔交易 那么他们将有更加充足的空间 去许约卡佩拉 也可以追逐可能力队的安东尼 为了对抗越来越强大的勇士队 火箭必须要在今年夏天找到真正的第三巨头